台湾背上了低薪过劳的形象 今天临近的香港调高了最低时薪 而在南韩跟日本 目前都有平均8万以上的月薪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他国家在劳工政策上面的趋势 为了保障劳工权益 政府力推加新司法 今天立院三读修正通过公司法部分条文 要求公司要将一定比例的盈余 分派给员工 希望在五一劳动节 送给劳工们一个礼物 来看看临近的日本 根据后生劳动省最新统计 售企业营收改善 以及劳动力需求提高 2014年的平均薪资 为每月31万6694日元 约台币8万 不过和物价上涨的速度相比 加新的幅度仍先缓慢 全国的商工会社的皆様 也认为经济的高循環拡大 積極的资讯 是必须要求 接着来看到香港 2014年第三季的平均薪资 为14354元港币 约57000台币 但长期以来工作时间过长 并许多员工吃不消 今年五一劳动节 多个工会团体发起游行 要求订立标准工时 香港政府在今天宣布 即日起将最低工资 由每小时港币30元 提高至32.5元 最后来看到韩国 上个月底 南韩政府修改劳工相关法律 放宽大企业 解雇员工的条件 引发数十万劳工走上街抗议 根据2014企业调查 首尔 卫山等地区的上班族 平均薪资所得达320万韩元 约台币9万元左右 不过在考虑物价及通膨率后 当地人认为 这还只是中下层的标准 考量各国经济状况不同 实时薪资或许无法直接被比较 但各国提出的劳资政策 仍值得互相接近参考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